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想象到时候必将是万人空向 粉丝激动不已 收视率迅速飙升 对于嘉伦来说 这已是多次登上央视的舞台展现自己的魅力了 2017年任嘉伦参加央视开学第一课节目 演唱了中国话这首歌 2017年开学第一课主题为中华骄傲 中华骄傲是文化的骄傲 是民族的自信 这份骄傲与自信深深居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流淌在我们文化的血脉中 任嘉伦身着白T白夹克和牛仔裤清爽登场 造型充满青春朝气 令人眼前一亮 他以自己的解读唱出了不一样的中国话 开头绕口令的部分字字铿锵 感染了在场的观众 纷纷为其鼓掌 任嘉伦以自己清新自然的唱风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也展现了一个积极阳光的年轻人的正面形象 不亏为正能量 2018年任嘉伦在经典永流传节目里 惊艳献唱琵琶行 央视新闻的文案是 任嘉伦用年轻人的方式传承经典琵琶行 在这场演出里 任嘉伦载歌载舞 曲中不仅融入现代元素 还有方锦龙大师的琵琶弹奏 及楚天书小师傅的精致念白 故而不忘 以于传唱 很有创意 经典永流传这个节目在于的是 把经典以不同形式的风格流传出去 希望将来属于我们的经典文化 能够以自己的传统形式发扬光大 吸引更多人喜欢 而任嘉伦正是这样的传唱人 优秀的任嘉伦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演出 向所有观众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导航 偶像 一定要是正面积极的 有号召力的 最新一期极限挑战宝藏行李 任嘉伦和魏大勋可谓是一见如故 两人感情好的形影不离 甚至有点如胶似漆的感觉 同时 两人还都是不爱戴帽子的兄弟 任嘉伦比魏大勋年龄大了一天 占了这一天的便宜 大勋只能无奈称他为超哥 可是两个人真的是很能玩在一起 没有一点隔阂和生疏 我们可以看到 在其他人都戴着帽子的情况下 只有任嘉伦和魏大勋没有戴帽子 日喀泽的阳光可真够热情的 两个人执着的没有戴帽子 也没有戴墨镜 被强光晒得眯缝着眼 这可是美丽晒人啊 只要风度 不要帽子 节目里我们随处可见 二人在一起清清热热的身影 两人骑着电动小三轮 开心地奔跑在公路上 你追我赶 这贪玩的镜头 就像人八岁和未八岁在比赛一样 当魏大勋超过任嘉伦时 魏大勋说 我超过你了 任嘉伦说 你数三秒钟立马到现场 果然 每个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顽皮的孩子 在做面包的环节里 任嘉伦和魏大勋更是合伙捣乱 两个大男人躲在王勋背后 嘀嘀咕咕 商量着怎样给对方加点料 不让他们赢 果不其然 任嘉伦拿着酱油倒入于浩明的盆中 捣乱成功 此时只有任三岁 没有成熟稳重的任嘉伦 当大家一起去挤牛奶时 魏大勋给任嘉伦现场编曲唱加油歌 任嘉伦挤奶挤得好 一看就是老手艺 去生态大棚的路上 两人勾肩搭背 把手言欢 说说笑笑 到了生态大棚里 两人一起品尝黄瓜 边吃边聊 说不尽的快乐 真的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怪不得当初魏大勋发微博时 任嘉伦会在微博下留言调侃呢 关系尽显亲密 你一句超歌 我一句大勋 而昨天 任嘉伦发微博时 也没还有和魏大勋在一起 亲密相依偎的合照 果真是把他当做好兄弟了 只不过到了后来 任嘉伟大勋也戴上了帽子 只剩任嘉伦一个人光着头了 嘉伦啊 咱是不是仗着头发多 自我感觉可以保暖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